欢迎收听长篇都市玄学灵异小说《神像诡异》 作者白日放歌 演播穆斯韦 墨语金金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2920集 什么样啊小凡 张凡并没有回答南宫青的话 而是捏起直觉 大量相簿之气从他的锈管里面涌出 化作两把铁铲 在铁箱表面那些个散发着银色光芒的蚂蚁身上 铲了起来 没铲一下 那银色光芒便会化作一滴银色的液体 滴入铲中 随着时间推移 铲子里面的银色液体也是越聚越多 两个铲子中所乘放的银色液体 到了两立方厘米的时候 张凡操控着两把铲子回到了身边 然后把那两立方分泌的银色液体给摊开 塑造成了一个跟排水口一般大小 与泳池内部类似于锡箔纸泳池壁一般的银膜 小凡 你这是要干什么 用这个银膜把泳池的出水口给它封上 说完 张凡纵身一跃 直接便跳到了出水口的位置 他迎着出水口的水 捏着银膜的两个脚 贴合在了那泳池壁的边缘位置 二者所接触的那一刻 发出了嗡笛声闷响 贴合位置瞬间便融为一体 紧接着张凡又把手中银膜的另一端 贴合在了泳池壁的另一端 又是嗡的一声闷响 张凡所打造的银膜 跟箱体内部泳池壁彻底融为一体 如此一来 箱体内部的泳池彻底就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 再也没有了出水口 张凡再次纵身一跃 重新回到了南宫青的身边 从南宫青的手里抢过了水枪 把放水阀门开在最大 水还在不断地往泳池里面灌 泳池里面所容纳的水也是越来越多 那泳池壁所承受的压力便是越来越大了 在供奉力量的作用下 蕴藏在铁箱子里面的吸水材质 全都呈现了出来 南宫青一直处在不明所以的状态 张凡打算趁这个时间 给南宫青答疑解惑 小凡你的意思是铁箱子表面上那些银色的光芒 或者说你收集的那些银色液体 是藏在箱壁上的吸水因子 没错 张凡点头指了指那个铁箱子 你仔细观察一下 那些个落在铁箱子上面的水 南宫青一步跨出 落在了铁箱子被水滋中的那个位置的旁边 在那盯了一会儿又回到张凡的身边 那些水还真都被那些银色光芒吸收了 我明白了 铁箱壁上的那些银色吸水因子 先将那些外来的水分吸住 泳池壁全都是由银色吸水因子打造成的 吸水能力要远远大于铁箱壁 这样一来 铁箱壁吸收的水就能进了那游泳池里 保证泳池里长期有水 对吧 小凡 对 游泳池里水太多的话 可以从没有吸水因子的排水口放出去 现在你将这排水口用吸水因子构成的银膜给堵上了 吸水池再也排不出水 你是想利用水的力量撑破泳池壁 毁掉泳池 进而得到以后内担 是吗 是的 张凡再次点头 咱们力量不够 就利用水的力量 不过今天这两辆消防车的水 有可能是不够的 一会儿还得辛苦你再回去一趟 把这车水给装满 没问题 这有什么辛苦的 大概又过了十来分钟的时间 整整一消防车的水全部用完 无论是吸水淫膜 还是铁箱子 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两人把空车抬出去 又把装满水的车给抬了回来 张凡继续滋水 南宫青则时 回村子里面 往消防车里面灌水 又过了半个小时 张凡把一车水 全都灌进了铁箱子里 而此时 南宫青也赶回了 功夫不复有心人 铁箱子出水口的位置 张凡刚刚塑造出的银膜 已经从铁箱子里面突破了出来 看起来 比之前的时候薄弱了几分 另外 张凡塑造的那个银膜 比箱体内部 涌池壁要厚得多 张凡打造的银膜 都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涌池壁的情况 可想而知了 应该已经是十分的薄弱了 张凡把银膜塑造的 比涌池壁要厚的原因 也很简单 就是想让涌池壁先行破裂 只有涌池壁破裂 他才可以有机会 进到以后巢穴 被他封住的这个位置 如果是先破了 那他坐的 也便等于是无用功了 两人把南宫青那辆 装满水的消防车 再次给运进来 继续往泳池里面灌水 在消防车的水 又被消耗了一半的时候 铁箱子表面 闪动出的银色光芒 稍稍变得暗淡 吸水的速度 也是变得慢了下来 小凡 这些吸水因子 工作速率已经变慢了 一会儿 不会停止工作了吧 不会 他们自身属性是变不了的 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恰恰说明 永之壁的承受力 已经快到极限 咱们马上就要成了 张凡的话音刚落 便听到 箱体之内传出了一声 巨大无比的嗡鸣 这嗡鸣声一响 整个箱体都开始 狠狠地震撼 这股强大力量 影响到了施家 在箱体下方 承托箱体的法术 箱体呈现了 自由落体之势 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 只见排水口的位置 张凡所打造的银魔 化作了一团银色的液体 从出水口流出 然后便是大量的水 这水里面 还掺杂了银色的液体 泳池壁的爆裂 造成了整个泳池壁的损坏 泳池壁难以维持原本的形态 全都变成了银色液体 看到这一幕 张凡和南宫青脸上 都浮现出了喜色了 等到出水口的水流得 差不多的时候 张凡和南宫青 到了排水口旁 拿强光手电 罩进了铁笼子 没有了游泳池 整个空间便是豁然开朗 银穴当中的构造 是十分的精美的 若论能工巧匠 却不比人类要差 两人在银穴里爬山涉水 顺着那供奉之力 到了一个长将近两米五 高将近一米的银后旁边 银后通体呈现出火红色 看起来是威风凛凛 气势十足 死了五百年 在供奉力量的滋养下 以后的尸体不仅没有腐烂 反倒是变得更加坚实